好,我们现在驾驶的是2022款的Unity的2.0T版本 那么这台2.0T版本最大可以输出233匹马力,390牛米 账面数据来说是非常的强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动力表现怎么样 时速大概是30,地板油 整体的动力输出是非常的顺畅饱满的 这台车的动力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在低速下,比如说2.30,3.40的时速下面 你在踩下地板油的时候,它动力来得非常的快 几乎踩下瞬间就有了 但是你在静止起步的状态下,它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延迟 来找地板油,走 8AT的变速箱 为了营造很好的平顺性,所以降低了换挡的速度 另外这台车让我最好评的就是它的这套底盘 非常的紧致 在压过路面的坑洼和颠簸时 它能够梳理得非常的干净 我觉得放在16万的国产SEO里面 这台Unity的底盘可以算是一个佼佼者 此外它的这个方向盘的手感呢 也比较的整啊 没有松松垮垮的感觉 虚位很少,看在低速下面也很紧 只不过呢,你看它的这个方向盘 也就最多最多可以转到这里 所以它如果转向的范围再大一点的话 那么这台车开起来就会更加的灵活 我们深踩油门 它的整个发动机的声音 传进车舱内还是比较的明显 但是并不嘈杂 并不会淹没你在车内正常的交谈 所以这台车在我看来是一台开起来很有乐趣的车 一方面是它的整个座舱的氛围非常运动 二一个是它整体的颜值确实非常的高 走在茫茫的车流中 你能够将它一眼的认出 此外它的全速ACC呢 启动就在方向盘左侧这个按键 轻点 从时速20就可以启动了 然后我们可以手动来加减速 再开启车道保持功能 好 我们现在就可以进入自适应巡航驾驶的状态了 而且它是可以支持从20公里时速 一直到150公里时速 全速域的自适应巡航